我們是高中同學 接著我想我們要歡迎 國防大學的林青林副教授 其實國防大學做 三軍總醫院跟國防大學 他們做的心電圖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入 他們從這個 包括了像這個 異常學甲的偵測等等 所以其實我覺得國內 如果說做心電圖 我覺得三種真的是一個 最好學習的典範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林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三種做這個領域的 一些成果 我就把時間交給林教授 謝謝 謝謝數據長的介紹 我的簡報出來了 我今天想要從AI開發者的角度 然後跟大家講一個 我自己覺得 AI在智慧醫療上 很有潛力的一個應用 我叫做四機性篩檢 我是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的 副教授林青 等一下 可不可以到第一頁 我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林青 我從2016年的時候博士畢業 我2018年的時候開始當老師 我們目前是在國防醫學院 我們大概做的研究內容 主要是利用GPU進行一些 就是Deep Learning Model運算 通常會使用到一些 醫院的病人的原始數據 這樣子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介紹 怎麼樣運用這些數據 好 我們在做 這是一個醫療三段五級的 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病人大概 一個正常的疾病病程 大概都是從健康到亞健康 到疾病階段 慢性階段 那你越早介入 大概效果就會越好 那不同的場域 它其實有不同的介入方式 那它會Focus在不同的階段 無論如何往前就是好的 那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樣早期的 去把這些 就是Event 把它先Identify出來 好 那如果我們想要 就是處理去 或者是管理一個疾病的話 一個比較常見的方法 就是使用系統性的篩檢 系統性的篩檢流程這樣子的 我們可能會去 development一個 這個Screening Tester 這個Screening Tester 不見得很準 然後 我們找到了一些人以後 我們會對他進行進一步的測試 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通常這個Screening Tester 它有時候還不是沒有很準而已 是很不準 但是其實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台灣目前 有哪些系統性篩檢的計畫 這是我粗略列出來的一些計畫 我想耳熟能強大家都知道 這一些都只是初步篩檢 以大腸癌為例 大便前些檢查 它其實後續你還要再進行 進一步的大腸鏡的 好 但是我們大概都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資源有限 我們需要更多的篩檢服務 去manage更多的疾病 但是資源是有限的 沒有辦法 好 好 那要怎麼樣去解決 資源有限的問題 比較好的方式 透過高風險識別 過比較常見的高風險識別方式 有舉例說像多基因風險分數 或者是臨床風險評真 多基因風險分數的優點就是 它只要測一次 臨床風險評分的優點就是 它動態的 但是容易缺失資料 好 這樣子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提高資源的效率 我們篩檢 不見得要對所有的人 做系統性的篩檢 我們可以去screen出一些 比較high risk的病人 再去做screen 這樣子的話效率就會提高 好 不過這兩個方法 都有它的限制 好 第一個是準確性 好 另外一個是 這個臨床風險分數 常常會缺失數值 多基因風險評分 它可能沒有辦法 focus全部的疾病 好 所以我們現在 有一個idea想要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什麼樣的檢查方式 它經常需要執行 並且它不需要整合多個數據來源 如臨床風險評分 它經常在很多疾病上是夠準確的 但是它可能會少 覺得說病人可能在過去一年內 都沒有測過LDL 這樣就是會有一些困難這樣子 好 想到的solution就是 我們現在去想一下 胰臟癌這個疾病 我想大家都同意它很重要 可是我們絕對不可能 對它進行系統性篩檢 早期的胰臟癌都是怎麼發現的 病人常常會因為不特定的原因 譬如說肚子痛 就會做CT檢查 有時候就會發現 它這邊可能有一顆 疾障癌這樣子 這個時候它就早期發現了 這個方式 其實病人不是特意去做影像的 這個是影像額外賦予它的功能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四肌性篩檢 這些影像檢查 它經常包含了非常大量的病人資訊 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辦法 去妥善的應用它 把它全部潛力都發揮出來 好 那醫學知識 其實是有一個 還需要很多研究 它是有些gap的 我這邊舉例來講 就是以心電圖為例 心電圖我想只要是一個 稍微受過訓練的醫師 他就有辦法看出 HR vibration 心放戰動 找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做一些積極的介入 避免他後續的中風 有一些比較難的醫師可能看得出來 但是要很有景點 舉例來說像高鞋架 但是我想這邊也有很多醫師 可是可能沒有人可以透過心電圖 來看出心臟衰竭 但是AI可以喔 好 那 透過就是 在2012年以後 就是AI在近代AI革命 深度學習革命的發展起來 它的performance 其實已經達到了人類的準確度 在2015年以後 就是Deep residual learning 這樣的一篇 paper 出來以後 目前我們所訓練的AI 它其實performance 其實是可以達到專家級的水準 這樣其實非常方便 因為我們有機會可以運用它 來彌補我們醫學知識上的差距 好 那舉例來說 心電圖現在 在Mail Clinic的研究之下 其實已經有非常多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疾病 都可以被心電圖診斷出來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那個就是正發性的心房戰動 你現在看起來是正常的 但是它告訴你說 你帶個Halter就會被檢查出來 或者是一些半磨性疾病 Low Adhesion Flection等等 這些都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東西 好 但是我們想要利用AI 來減少醫學差距 我們所要面對的其實就是要開發一個 這個醫療軟體器材 整個開發流程這樣子 我們要先收集數據 然後影像標註 最後訓練模型 我們面對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獲取數據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標記工作需要大量的能力 所以解決的方法其實是 我們試著去建立一個 以電子病例為基礎的人工智慧模型 建立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每個病人在你的HIS裡面一定都會有記錄 他具體的心電圖施作時間 以及心電圖的原始訊號 有時候他不小心就會順便做到 就來說假離子的檢測 我們透過把兩者的資料merge起來 我們可以設定一個 就是case by case的sliding window 然後把這樣的病人的資料給merge起來 這樣子我們的ECG就有了annotation 我們就可以建立一隻AI了 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把它apply到 更多其他的在醫院裡認為重要的structural label 我們就可以把心電圖當作input 把那些structural label當作output 建立廣泛的AI database 然後去進行deep learning model的training 有時候我們就可以發現一些 unexpected的association 這樣的方法當然不只可以用在心電圖 你要用在on-vx光也沒有問題 好 那當然就是你把model建完以後 你如果想要apply到刺激性篩檢 那你勢必要把這樣的結果inform給 不管是physician或是patient 這是我們醫院已經建立好的預測系統 在各個地方不管是查病例的時候 會看到可以主動查 或者是遇到比較high risk的狀態 它可能在progress note上面就會有提示 或者是直接傳簡訊等等的 或者是傳light病人這樣子 好 那這樣的一個system 它其實還非常適合 應該說我們需要回答一個問題 我們做了這麼多 到底對病人有沒有好處 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進行一個 randomized control and trial 這樣的system其實非常容易 進行randomized control and trial 為什麼咧 舉例來說你可以設計一個軟體 它有兩個version 一個version它是有AI刺激性篩檢去support 另外一個version就是正常的hys 那也許醫師或者是病患 它有可能都可以是參與者 那也許我們就會認為說 我們就可以形成研究假設 我們會認為說 有AI-enabled的hys 它可能病人的outcome 會比另外一組來得更好 這樣是可以做研究來驗證的 等一下我會demo一些我們最近的研究 好 那我們的第一個大型專案是 心電圖AI 我們選擇心電圖AI的原因是因為 它其實非常具有廣泛的資訊 等待人們去探索 並且因為它便宜簡單 所以說它在急性疾病的快速診斷 是非常有用的 也可以用來做慢性疾病的便宜篩檢 那我們模型訓練的策略 這是我跟博士生他已經畢業了 大概今年發表研究 當然之前我們就已經用這樣的策略進行了 之前我們如果要建立這樣 EHR-based AI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時候樣本會真的很少 因為你不是刻意去蒐集 你是方便蒐集 對不對 所以你勢必需要有一些 就是去抽特徵的能力 讓你的 大家可以想就是用 Transfer Learning 我們Transfer Learning的方法是使用 先從心電圖去讓它識別說 這個人是誰 大家可能不要太驚訝 這個很準 這個可以到99%的準確度 就是看到這個心電圖 就知道你是誰 我們把這樣的權重 Apply到Transfer Learning上 這是我們所有 這個其實不是只有這些 我們做過的非常非常多 廣泛的心電圖跟各個生化值 或者是Demographic Data 或者是心臟超音波等等 結果的Correlation 你會看到其實大部分的狀況之下 那個Correlation是不高的 其實這也充分說明了 如果其實現在你可能想要做一個 AI的研究 其實失敗率其實是很高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就是沒關 可是當你透過這樣 廣泛的搜索之後 你就有機會 可以去從這個list裡面 我們只需要選就好了 選出那些有高準確度 且高應用價值的那些model 來進行後續的Design 把它應用到你的4G性篩檢裡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為止 我們就是 我們在長官的領導之下 已經有這個150萬張的這個心電圖 在我們Database裡面 並且有總共有14家醫院 包括三種14家醫院 以及18個偏鄉地區 已經導入了這套系統這樣子 那有目前可以預測 超過50幾種的這個Phenotype 好 那一旦心電圖執行完了以後 這一些列上去的ECG machine 是我們已經 它的訊號 我們吃進來 準確度是一致的 好 那做完以後 那我們可能會做 存在保存伺服器裡面 那醫師可以realtime的查詢 AI也會進行realtime的預算 一旦發現了問題 就會用簡訊提醒 醫師也可以點擊連結去進行複查 剛剛Inform System 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好 我給大家介紹一個 我們在ECG上面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就是把它用在做Stami的這個輔助診斷上面 我剛剛說過我們的系統已經ready for RCT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CT怎麼做的 我們找了20個會值班的心臟科醫師 他們同意接受研究以後 有時候某些天AI就會上班 有些天AI就不會上班 所以說其中有一半的病人 他在AI support之下 另外一半的病人沒有AI support 有AI support的時候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前線的醫師 心臟科醫師大概不會親自 為每個病人安排那些心電圖檢查 前線的醫師包含急診或是住院 有時候會因為一些non-specific的indication 為病人安排心電圖檢查 AI會進行real-time的分析 如果發現有問題的話 他就會直接通知後線的on-duty的cardiologist 那cardiologist他可以在 沒有前線醫師尋問的狀況之下 主動啟動心導管檢查 control組是一個正常的醫院的流程 前線醫師必須要親自去解釋那張心電圖 他解釋如果不小心解釋錯了 假如說有STEMI沒有診斷出來 那就是這個miss diagnosis 或者有時候他不是檢查不出來 是他現在正在很忙 假如急診正在有病人正在急救 那個一個看起來稍好一點的病人 心電圖做完他就放在旁邊 半小時之後才去看 有時候就是會有一些tun delay 所以我們的比較 就是要比較這一組跟這一組的病人 尤其在那些最後被確診為STEMI的病人 他們的時間是否變少 outcome是否變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 AI model的準確度測試好了 在我們的randomized control trial裡面 他的陽區測值大概88% Sensitivity大概也88% 那其他那些99.9%以上的那些 我們就不要去討論他了 這個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好 來大家注意一下 這些病人是全部的STEMI病人 他不是說只有AI 就是AI identify出來的病人 並不是所有的病人 都會被AI identify出來 如果我們從全部來看的話 在急診的病人 這個ECG2 就是CathLab的時間 他大概從53分鐘 降低到43分鐘 如果當然這個主要來源 一定是AI有主動identify出來的病人 有一些病人AI看不出來 或者是也許是真的就是AI看不出來 或者是它是non-diagnostic的ECG 有些病人難免會這樣子 那它其實這邊是沒有差別的 並且我們發現在平日的時間 這個AI model WALK的比較更好一點 當然我們推測 就是off hour時間 他可能這個就是 就是醫師 事辦醫師畢竟就是住在家裡 出來就是要一些時間 而且不是這個組織醫師回來就可以了 是整個team都要回來這樣子 好 那有一個很特別的發現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在住院的病人上面 在試驗過程中 有七個 intervention組有七個 nuance-estami control組只有一個 這是其實很大的發現 這是大概暗示著 這control組有嚴重的 mis-diagnosis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intervention組的 護理記錄怎麼寫的 護理記錄寫的這樣 護理記錄寫的這樣 就是病人說他胸痛 高值班醫師XXX 然後這個值班醫師就執行 12檔寫的心電圖 執行完了之後 值班醫師就表示沒有即興變化 然後CV總醫師就跑過來了 這個如果沒有AI的話 護理記錄大概不太可能寫成這樣 就是怎麼可能 值班醫師說沒有變化 後面CV的總醫師還會跑過來 好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 randomized control and trial 當然就證明了 這個AI ECG在facilitic 這個staming treatment的話 有很大的幫助 當然我們還做了很多RCT 但是今天這個時間的問題 沒有辦法分享哪一項 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結果 應用到消防救護車上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case 這本身這個人就是一個ENT 他覺得有問題 他做了心電圖以後 AI馬上發現 我們的團隊是直接到 這個集診室門口去迎接他的 這樣他病人當然 最後的outcome 一定是非常好的 我們也剛剛講的是醫院的部分 我們也把apply到偏鄉的社區篩檢 我們目前 因為心電圖本身很便宜 這樣一套設備 他的總花費大概是1萬美金以下 做一張心電圖的成本其實很低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把apply到哪裡去咧 我們這邊是所有 我們已經有 就是部署我們的AI ECG platform 到的偏鄉地道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澎湖 馬祖還有一些偏鄉 我這邊跟大家重點介紹一下 其中一個偏鄉小琉球 他在屏東的離島 這個地方如果要救醫的話 有緊急的狀況 是要做救護船的 他這個地方最重要的事情 他是沒有醫院 我們大概從今年的5月開始 進行一個篩檢計畫 我們篩檢的報告長這個樣子 AI就是會告訴你說 你可能有高風險的 左心視功能異常等等 這些都是醫師看不出來的 剛剛前面講到的那些 如果我們發現 AI ECG檢測它的低風險 當然就是很好這樣子 這個病人可以回家了 如果發現是高風險的話 我們就會把病人集中起來 包車一起去後面的802醫院 就是進行後續的檢查 這是我們在802醫院的 檢查整個流程 由於病人是高相識度的病人 是被grouping起來 一起被包車過去的 所以醫院其實可以提前安排好 所有適當的資源 讓他們在一天之內 把所有的檢查都做完 並且拿著報告回到當地 很多心臟疾病其實治療是不麻煩的 診斷比較困難 舉例來說像新房戰鬥等等 好 我們目前在小樂球 已經有784位居民參加篩檢計畫 大概有找到大概100個左右 中高風險的這一個CVD case 截至目前為止 因為剛剛有非常多地方在部署 已經有超過1500個居民 在離島的居民 本島不算了 就是已經被screen了 結果也非常好 目前就是我們已經完成 或是正在進行中的這些 合作的這些醫院 也感謝國際司司會的贊助 好 我們除了在社區以外 我們也把這樣的一個東西放到居家 現在在居家的穿戴式的這些 不管是Apple Watch 或是一些穿戴式的ECG 或是一些居家的12導層的心電圖機 我們都可以拿來去偵測 利用我們的AI model 去進行一些分析 舉例來說 腎臟病病人 他可能需要監測假離子濃度 或者是血紅素濃度 但是現在沒有這樣的設備可以去進行 有了AI ECG 他就可以在家裡監測這些數字 我們已經發現非常多有趣的Case 舉例來說 這個洗腎的病人 他其實假離子都吃進去的 不喜歡飲食調節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他就可以知道他在下一次洗腎之前 還有多少東西可以吃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目前已經獲得的 就是獎項與成就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目前已經寄轉給廣達電腦 這樣子 好 那我再跟大家講 花很短的時間 再跟大家講 另外一個 我們即將推出的AI平台 就是胸部X框的自動判讀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 也利用胸部X框 去 守備了非常多 Desease跟Examination的relationship 那我們發現非常多 Unspect的relationship 舉例來說 這個大家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胸部X框的靜態的影像 怎麼可以去測量 Aggitation friction呢 真的 AI其實真的是可以 Editor也覺得非常嚇人 這樣子 好 那不過我跟大家介紹 我還是用一個RCT 就是Tress X-ray的RCT 來為我今天的演講做一個總結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 我們不是拿來篩檢心臟衰檢 我們馬上拿來篩檢這個 骨質疏鬆 那我們的整個流程是這樣子的 病人在2020年一整年做過的胸部X框 我們給AI進行了分析 分析完了之後 當然排除了一些 已經做過Data檢查的 已經有在吃藥的等等的病人 總共有4萬個病人 這4萬個病人 有大概12%被AI screen 成High Risk Group 那High Risk Group裡面分兩組 一組是Screening Group 一組沒有 那Screening Group 我們打電話通知他 並且offer他免費的Data檢查 Data檢查一個大概700塊 好 那我們打電話給他了之後 大概有12.8%病人 在之後的半年 因為後來之後我們就 也強錯組會打了 所以就沒有繼續進行研究 12%病人進來以後 陽性測值75% 最重要的是這75%人裡面 其實有30%他就願意自費去用藥 這個藥是沒有在給付的 這個骨質疏動藥是沒有在給付的 那這個我這邊就不要幫大家算數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個700塊的價值這樣子 好 那就是大概可以跟Ctrl組比起來 New Onset的Osteoporosis大概多了11倍 這個很正常 因為平常沒有人在篩檢的 那這個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我想跟大家demo AI4G性篩檢的一個應用場景 如果沒有AI這樣子輔助的話 他們做胸背光絕對不是為了骨質密度篩檢 但是總是不小心會做到 做完了以後 我們給他這樣的提示 診斷出了更 Screen出了更多的 potential的Osteoporosis的Case 然後這樣的病人會獲得很好的後續治療 我想他們的 outcome一定是會改善的 好 那我們團隊目前也跟 包括Montsana Hospital Mail Clinic Stanford University 跟那個Hafel的Rodipura 住進行的一些合作 那有一些合作項目 那我們也有參與了一個 就是大型的Federal Learning的一個合作 跟了世界其他國家合作 Federal Medicine上面 好 那我今天就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是感謝長官的資源支持 團隊成員 謝謝 謝謝林教授非常精彩的這個介紹 那雖然我們後面有非常精彩 那個陳院長他們要討論法律 我們是不是還是允許一個 Quick question 如果沒有 因為我們在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倫理法律 是 謝謝 您剛剛前面最後那個 胸部X光跟骨質訴訟 它之前AI是看到什麼 讓你覺得 或者您可以透露或方便 兩個部分 熱骨啦 就是它其實 我們有去看一下它要看哪裡 它其實是看熱骨啦 那它其實是 它其實能實際上是用熱骨的骨質密度 去估計你這個腰椎的骨質密度啊什麼 當然大概 如果是一個大部分的人啊 其實各個身體各個部位的骨質密度 其實差 那個correlation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是透過這種方式看的 謝謝 那我們用熱烈的掌聲再次謝謝林教授 謝謝國防醫學院林青副教授精采的演講 請許明輝數據長頒發感謝狀給林青副教授 謝謝